好各位投資朋友大家晚安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財源廣進 台北股市今天的表現算不錯 而且在國際股市裡面真的是 是第一名 整個盤市呢 在金融裡面你會發現到 其實這樣的盤 從早盤到盤中的時候 台股都是比較偏區間 不過這個區間其實老實講低點不多 大概只有跌49點 但最後一盤的時候 台北股市幾乎會拉了30點 到收盤收最高漲39點對不對 可是今天的盤 是投資朋友最不喜歡的 為什麼 因為今天在盤中的時候 我們看到那個指數沒有什麼動 可是它跌幅也不是很大 但問題是下跌的加速 幾乎是上漲加速的3倍 那可見的呢 很多個股它漲不上去 就算你尾盤在拉高的過程裡面 到收盤的時候呢 下跌的加速 也是比上漲的加速多 那可見的 就像我測標寫的嘛 撐指數可是殺個股 那問題是很多投資朋友 都只以個股為主啊 那這個地方呢 看到指數在漲 可是個股一直跌 那這會關係到一些投資朋友的維持率 融資維持率到底夠不夠 所以呢 到底這個盤 怎麼會有這種兩極化的變化 等一下看起來指數沒有跌 可是個股拚命跌 那到底我們要怎麼去做研判 那我覺得這個重點啊 就我們今天會從美股的角度裡面 我們來去看台股未來的變化 比如說你台北股市要怎麼走 我覺得以美國股市為準 到底他到底未來的走勢會怎麼樣 那我們從這個角度 我們來去做分析 好不好我們來仔細看 今天台北股市是拉起來 可是到目前為止呢 就還是比較偏區間嘛 對不對 可是如果我們從美國股市的表現來看 你可以發現到喔 最近這幾天啊 美股幾乎都是什麼 開高走低 有沒有 像昨天啊 也是開高走低嘛 幾乎收最低嘛 然後呢維持在一個區間盤 好那各位 其實這個盤我們當初啊 我們就有跟各位提示過 10月13號 我就跟他講 提防美股修正管理 10月13號是美國的10月12號 也就是說 在這地方我說要提防他修正管理 結果呢美股就在那邊當當當 對不對 好那當然啊 最近的美國股市似乎有一種種 在等待的心態等什麼 就是說你紓困案到底能不能過了 但是呢我目前 所得到的一些訊息來看 照理說應該是不會過了 好我們來仔細看 到底會不會過 紓困協商感進度 選前恐難過關 那為什麼會選前很難過關 我們來仔細看 高盛他有一個言論 我覺得蠻有意義的了 他說 雙方在很多問題上 都出現分歧 加上距離大選 只剩不到13天 在大選前通過紓困協議的可能性很低 然後呢他又說 就算雙方真的有取得共識 但是大選前要完成法案的審議工作 可能性也不高對不對 那可見的呢 剩最後的13天 那美國要通過這個紓困案不高 好那各位我們就從這個角度裡面 我們來去做分析 那你想想看 現在紓困案通過機率不高 那剩下13天 美國就要總統選舉了 那照理說 誰當選都沒什麼問題 那這次的問題在於說 就說11月3號循環之後 到底是不是就馬上能夠確定 還是說要拖很久 因為他們這次有很多那種 郵寄包裹的方式去投票 等到11月3號在開票的時候 到時候再把它拆開 然後再慢慢的去看 去放到機器裡面去看 到時候會不會有什麼弊端 還是說會不會有什麼爭議 然後到時候川普認不認 這是市場上面 大家現在在考慮的方向 那可見的呢 在這段期間裡面 你想想看 美股有沒有機會大漲 機率應該不大 對不對 那美股最好的走勢是什麼 它就是維持區間 等答案對不對 好那各位 那既然 如果到這裡 你都能夠接受的話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 那美國股市它未來 它會怎麼變化 好不好 你注意看 剛剛我們說過了 美股因為你說空間不會過 再加上呢 你後面有總統大選的一個變數 那照理說 美股要大漲機率不大 所以呢 以美股來看 就是先維持 區間盤 對不對 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 我們來看等一下答案 到底後面會怎麼樣 OK好 那如果說美股現在是走的是一個區間盤的話 我跟你講 如果是這樣的走勢 後面會有一些變化 變化到底在哪裡 你來仔細看 美股近期呢 稍微漲多去修正歸零 那現在呢 當然是有一些因素的干擾 讓它維持一個比較偏盤距 可是呢 這地方的走震盪呢 這一條是月線嘛 你這一條是季線嘛 對不對 那你現在呢 都還守在月季線之上 好那我們剛剛說過嘛 你美股未來走區間嘛 可是我們去看這兩條月季線會有什麼發展 你去看 現在月線的成本位置區在這個位置區 那季線呢 將近在這個地方 也就是說啊 接下來的日子裡面 月線成本就上來了 季線成本也上來了 如果我們從季線的成本這一段 跟月線的成本這一段來看 幅度差不多啦 它的速度也差不多啦 所以咧 當你美股在那邊走區間 那未來月季線怎麼走 那當然啊 還是持續往上啊 對不對 而且他們的速度 跟距離差不多 所以呢 它會維持什麼 維持一個平行線 好就是往上 可是呢 當你美股在這地方走區間的時候 你的月線又上來的話 後面會造成什麼 你的指數啊 會跌破月線 對不對 好指數會跌破月線 好 但是呢 重點在於說 你的季線啊 那個時間點比較長 所以你的季線啊 還是持續往上 那現在你想想看 如果說美股的走勢 它就是維持區間 但是你這個區間呢 它會有機會去跌破月線啊 那再加上你現在這邊去走一個盤局嘛 那這個盤局如果說 到時候美股 美國的選舉有什麼樣的變化 你去跌破這個景線的話 那就代表著說 後面的月線 它會開始下來 好月線 它會開始下來 那你的個股呢 如果說是破景線的話 這樣子一破下來 打下來 你也會破季線 對不對 好那再加上呢 它未來的季線成本 月線成本都在高檔 所以呢 後面 如果沒有拉的話 它會形成什麼 月季線的死亡交叉 對吧 好 我現在是用一個比較 合情合理的方式 我們去做分析了 那我們也不去去猜測說 那美股要搭檔到哪裡去 或它跌到哪裡去 我們就從選舉的這一段 美股最佳的走勢 就是維持盤局 那如果說你今天是維持盤局的話 對你本身的趨勢面 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那從這個角度裡面 我們再來去看 你台股後面 它應該怎麼走 好那各位 我們就說了嘛 如果你是維持盤局的話 到時候月線成本上來 你會有破月線的機會 那你這段盤比較久 又出現什麼樣的問題 那你一定會跌破景線 你跌破景線 到時候呢 你也會跌破季線 好那我就不要說 它這一段 它會跌多少 可是你想想看喔 如果美股 它未來的走勢 是這個樣子 會比較偏區間 又會破月線 甚至於季線也會跌破 那我問各位嘛 你覺得台北股市 這裡會一直往上攻嗎 你覺得有沒有機會 我們就從國際股市的角度來看 你注意看喔 昨天美股 開高走低嘛 它收最低 但是就是維持盤局嘛 可是就國際股市的角度裡面呢 你會發現到啊 你看喔 昨天的德國法蘭克福大跌了1.5% 今天一開盤的時候啊 同學你看喔 現在一開盤又大跌1.2%啦 有沒有 我們的節目是下午預錄的 現在歐洲股市開盤 那投注你想想看嘛 今天德國法蘭克福指數大跌跌了1.2% 到現在為止 它這個區間盤啊 已經快要跌破前面低點 這是大漲嗎 沒有啊 好你再注意看 法國巴黎指數呢 昨天大跌了差不多1.6%嘛 今天一開盤之後呢 現在又大跌了快1% 有沒有 一直殺嘛 用跳空的方式跌 那現在歐洲股市都會讓你看到喔 它都沒有上去 它甚至於是往下跌 那再來呢 你看路股 近期的表現呢 就是維持在這裡嘛 那月線呢 看起來有點危險啦 南安中的指數呢 也差不多在月季線之間嘛 對不對 你看喔 不管美股歐股 或者是亞股 所有的指數都沒有創新高 那你今天台北股市呢 尾盤今天撐起來嘛 那我問你啊 它會不會繼續攻 不太可能啊 機率不大嘛 對不對 那今天會支撐整個指數呢 它去往上攻的原因在哪裡 好 那各位 這就是我今天啊 在錄影之前 就說完盤道 錄影之前 我一直在思考的一個東西 為什麼今天它要這麼做 你看它歐洲股市跌翻天啊 它為什麼跌 因為最近歐洲的疫情爆發嘛 再加上什麼 你看喔 美國兩大藥廠停止新冠疫苗的測試 最近有那個流感有沒有 韓國都還有出現死亡 好 那再來 那個參加牛津疫苗測試的 還有人死亡嗎 那當然這個死亡 是不是跟疫苗有關 這還要釐清嘛 對不對 可是你還記不記得 在今年上半年的時候啊 市場都會說 疫苗最快大概十月份出來 要大不了就是明年一月份 對不對 但是我們中原院的院長說 疫苗最快明年 年中才上市 有沒有 現在疫苗都有一些變化嘛 都有出現問題嘛 所以年中才上市 所以現在這種環境之下 再加上美國總統大選 那當然 全球股市的震盪它在所難免 但是這個震盪它到底 未來的走勢是什麼 那我倒覺得 如果說從歐洲股市的變化來看 這個地方喔 不要亂追 不要亂追 但問題是指數為什麼會上去 今天為什麼會往上拉 因為外資昨天啊 它期貨結算完 從之前兩個月的例子來看啊 當初八月份啊 它結算完之後呢 它的新倉在兩萬口附近 九月份呢 結算完之後 它的新倉呢 在兩萬四左右 結果這次呢 它沒有大減 它得到兩萬七 那結果呢 今天啊 它又增加了三千多口 也就是說 它現在的口數 總口數呢 來到三萬一左右 外資為什麼會買 這是我今天一直在思考 依照過去的歷史裡面來看啊 當結完倉之後呢 其實外資啊 如果說它為了下個月 起貨結算它要拉高的話 通常它的一個倉位啊 它會慢慢的讓它去增加到 快接近四萬口左右 那在增加的這段過程裡面呢 它幾乎啊 從新倉的開始 結算完新倉開始 到下一次的結算呢 那個時間點啊 它不會馬上拉 它不會馬上拉 因為它等到那個去快結算前啊 它再拉 所以前面的這一段呢 通常它都會慢慢去做佈局 可是這次不一樣啊 這次它是先佈局 它先買 結果買到已經來到多少 三萬一嘛 好那我的想法是這樣 我的看法是 外資現在應該有些股票 它還沒出去 還沒有賣掉 所以呢這個地方啊 它用拉指數的過程裡面 它去賣個股 那這樣就比較麻煩啊 你看到指數沒有跌 可是個股一直跌啊 那很多人都是以這個個股為主啊 那現在怎麼辦 好那同學們 我們剛說過了 既然你美股 未來的走勢 偏區間會破月線 甚至於一不小心去破頸線的話 連季線都跌破 那你今天台北股市 雖然讓你看到上漲 但是呢今天整個歐洲股市呢 目前是一路大跌 現在又跌1.5% 你看一路跌 那代表著說 台北股市這邊震盪完之後 你要預防什麼 它會殺下來 那這一殺下來就如同 我們之前跟他說的嘛 後面就要注意一下 因為季線如果出現死亡交叉的話 那那個後面就很麻煩 那後面就很麻煩 會有一個修正坡走勢 所以我建議你啊 撐那個外資還在撐指數的時候 盡量把你的持股 能夠調節趕快調啊 有高點你不賣 難道一定要等到殺下來嗎 殺下來你也賣不掉了啦 所以呢 持股的部分一定要特別注意 因為這關係著 後面融資維持率的問題 好不好 那什麼叫融資維持率的問題 到底發生什麼問題 這重點呢 我待會再跟你去做解說 好不好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我們就從個股的結構裡面來看 對於一些光用融資去買的投資朋友 那個風險一直存在當中 好不好休息一下 只要二分之一請立即把握 今年紅包自己發 老師幫您累積財富 一路贏到封關過好年 稍微再見 02-2781-0909 運搭同步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妄賭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立刻速播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發很久 好歡迎來到現場 今天指數到收盤是拉高的 但問題是今天從早盤一開盤 到收盤的時候 個股跌的加速都比上漲加速多 我就說這是投資本最討厭的 你指數拉有什麼用 個股都不動 甚至於個股都還在跌 好那一點意義都沒有 但是我剛剛從美股的角度 我跟他分析過 在美國總統選舉之前 他應該會怎麼走 那他會影響到整個台北股市的走勢 所以我剛剛有跟大家說 美股最好的走勢就走區間 但是你走區間 你月季線是上來的 所以你就算維持區間的話 你還是會破月線 那如果說你不小心破景線 就月季線都跌破了 所以美股如果說出現這樣的走勢的話 我跟你講台股也不能幸免 也不能幸免 可是現在對這個盤 對很多投資朋友 比較討厭的重點在哪裡 很多股票漲不上去 漲不上去你還在繼續跌 那如果說將來我們這麼講 如果說美股他沒上去他是下跌的 那你台股又跟著跌 那你直接跌下來的股票 一定還有還有低點 那就很麻煩對不對 所以你仔細看 現在問題出在哪裡 這種跌升型的股票 最近稍微有反彈 因為期貨結算稍微彈 可是彈上來也不代表說什麼 你都解套 不可能一路買一路買 稍微小反彈一下 那這種弱勢的個股 你再仔細看 比方說可乘也是一樣 到現在為止融資創新高 就耗在這裡 對不對 比方說什麼 上癮也是一樣 這種弱勢的股票到現在為止 你看 離那個低點都只差一點點 比方說什麼 台藥 你看今天在盤中的時候 還在創低點 從156跌到現在為止 融資一路創新高 對不對 這些個股是跌下來的 可是我這幾天有跟大家說 這個盤現在最麻煩的重點在哪裡 就是說 很多人的融資 為什麼一直跟你講融資 你會發現融資都沒有減 這次融資沒有什麼減肥 對不對 甚至這幾天還在增加 就是說 當你一直在買 一直在買 一直在買 一路創低點的股票 可能已經沒有辦法解了 那只好拼命買 但是你現在的融資維持率 是用那種還沒有跌下來的股票 他在撐啊 因為還沒有跌下來 他維持率 就是那個個股的維持率比較高 可是到現在為止你會發現 今天指數是上漲 可是有些個股已經開始在補跌了 什麼意思 你看 你看瑞育 有沒有 你看什麼 比方說宣德 有沒有 是不是創低點 沒錯吧 好再仔細來看 比方說宏觀 結果呢 是不是也在創經營低點 比方說勵志 是不是 所以呢到現在為止 那種半三腰的個股 已經開始補跌了 那這一跌下來呢 一定會造成什麼 你的維持率不夠啊 所以呢反而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發現 指數漲可是個股都沒有動 那接下來呢 如果指數不漲呢 那很多個股會撐不住啊 所以呢現在這一類型的個股呢 比方說你看 是不是維持盤矩 很多喔 你注意看喔 是不是都維持盤矩 不能再跌啊 如果再跌下來 維持率會不夠啊 你看GIS 是不是也這樣子 你看達邁 你看這些股票 艾普 只差一點點喔 差一點點要跌下來了喔 那我問各位嘛 你去試想一下 今年從3月份 一直到7月底的這一段 我都是做多的啦 7月28號台股 出現那根避雷針 爆大量不漲的時候 我就開始跟你講 高點到了 你趕快把持股 開始逢高調節吧 有沒有 這段過程裡面 我就叫你逢高賣逢高賣 你就賣了嘛 對不對 那可是呢 很多投資者不會聽我的話啦 因為一直都是想說 我不買股票不行嘛 所以呢 會造就什麼 你越買越多啊 當你越買越多 反而你是越套越多嘛 因為現在台股的問題 它不是出現 只出現在電子上面 很多個股已經沒辦法解了 你注意看嘛 什麼叫沒辦法解套 這波很多生技股 你看 從六七月份以來哪有高點 一路再創低點嘛 這些個股也是一樣嘛 比方說什麼 6598 瑞茨 有沒有 到現在為止都沒有讓你看到什麼 在走高了嘛 你越是買 結果越是套 更況呢 有些個股啊 你會發現到 跟藥花藥 本來撐住的啦 今天一開盤就跌頂版了 我問你可以搶反彈嗎 比方說美得一啦 本來撐住的啦 一跌下來呢 你看融資都不減 到現在為止全部都套 對不對 比方說什麼 你看昇華科 昨天按反彈喔 你去吹看看 結果現在創低點 到現在為止你就會發現啊 很多個股一路創低點 到現在為止沒辦法創 當然你會想說啊那我去買強勢股好了 頭都沒有 我跟你講啊 你去追更麻煩 剛剛已經跟你說嘛 昇華科你一買 跌下來 昨天的核情供你一買 是大跌喔 昨天你去買陽智 今天也跌下來 你認為說啊跌深了啦 我去搶反彈 我去搶反彈 滑琴 是不是今天也跌下來 你看這些股票 前幾天你去搶到現在為止 已經破那個紅盤 紅K棒的低點 這些個股也是一樣啊 你一買就套 這些個股也是一樣啊 一買現在就套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我要跟各位講的 當然你很希望說啊 我趕快去買到好的股票啊 趕快這地方能夠大賺 但是你要在賺錢之前 你總要保護自己吧 我的節目可能跟別人不一樣啊 大家都有標股了 標了幾個月了 標到現在為止 這兩個月是買一堆啊 漲什麼你都有 漲什麼你都有 但我意思是 你前面已經套了一堆的股票 已經沒有人管理了嘛 你想想看啊 這前面一兩個月 你會那時候 你會想說 那個環境之下 你不買生機對不起自己 對不對 但問題是 你前面一兩個月 你一買進去全部都套 而且都是再創破斷低點 問題是到現在為止 沒有人管你了 也沒有人要幫你了 結果呢 只好再講新的股票嘛 前面股票套了就先不管 我先買新的股票了 但問題是 你老師所講的股票 你都沒有 我問你啊 你可以接受嗎 要是我 我絕對不認 我可以賠錢 但是問題是我不能受騙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呢 到目前為止 整個台股跟整個國際股市 很撲朔迷離了 當然會有後面一些 不確定的一些因素 但是我認為 你要買股票 總要等穩定的時候 我們再進去嘛 所以為什麼 我一直跟我們會員講說 我們盡量保留現金 等的機會來的時候 我是大量減便宜啊 所以我們反而要預防什麼 如果美股這樣是跌下來的 到時候盤整之後破月線 它又破景線的話 台股後面會有死亡交叉出現 當你台北股市後面出現死亡交叉的時候 我跟你講 後面的融資啊 真的追繳的問題會非常的大 好不好 我是把我所看到的 我們用一個合情合理的方式 我們來去做研判 那當然你會跟我說 啊老師啊 搞不好今天晚上那個出貨案就過了 這我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你不能寄望 有什麼突發性的一個什麼大利多 把這個盤直接一路往上帶 目前沒有這個跡象 所以我說我們是用合情合理的方式 去做分析 但是你手上的個股我比較擔心 我不希望你到最後 我們要去撿便宜了 結果呢你一直在等解套 或者是呢因為融資的關係 股票就沒了 或錢就沒了好不好 所以呢這是個股的部分 指數的部分呢 既然國際股市都在跌了 那我的看法是這樣 我還是建議你逢高空 從7月底8月份逢高空 9月份逢高空 10月份我還是要逢高空 好不好 那如果說沒有辦法掌握 精準的一個買賣點 或者是個股的問題 那很歡迎你跟我們做聯繫 來現在我們有一個過好年計畫 要讓你賺到封關 未來這一段的走勢非常重要 做得好你可以過好年 做不好 這年就不好過 好不好 這個優惠 我們額滿我們就截止了 歡迎你來電諮詢 我們明天見 拜拜 過程 我們來自下廢 我們下廢 幾次 我們下廢 決定 大家